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政府的公共工程 公司的商品研发 建筑业的建设案 资讯系统的软体开发 大型的行销活动等 都可以使用专案管理的方法 来加以规划与管理 在这门课 我们会介绍专案管理的基本概念 包含了它的五大流程 十大知识领域 同时也邀请了业界的专家 来谈各个领域的专案管理的经验 还有它的应用 因为专案管理在各行各业的广泛性应用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专案管理证照考试 每种考试也都有一些题目范例 可以来练习 同学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证照 来参加专案管理的认证考试 在数位学习平台上 我们也会提供这些认证的相关资讯 希望同学在修完这门课以后 可以熟悉专案管理的方法论 能有效运用你的生活跟工作当中 除了知识的增长 个人竞争力的增强 也能取得一个有用的证照 谢谢 谢谢